花林市公所和远东百货18号的下午合作举办了 丛林大力市宝宝班班乐的活动 小小的选手们展现了超强的臂力 提着尿布向前冲 亲子互动的场面相当的欢乐 丛林大力市宝宝班班乐18号的下午 是在远东百货星巴克广场举办 活动开始之前 市长魏嘉贤和远东百货花林店店长黄友诚 以丛林大力市的造型现身 还特地示范如何扳鸟布 过程中还演出逗曲的动作 现场欢笑声不断 预备备 开始 可以这样踢别人吗 不许 好 两个一起动 耶 随后有小朋友正式出场比赛 有些家长为宝宝是精心打扮 不过有些小朋友还没有出发就嚎啕大哭 也有小朋友听到了开始的声音就往前飞奔 场面是相当的欢乐 我们看到非常多的亲子一起来我们远东百货这边来参加这个半量部比赛 也让所有的家长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场地来跟自己的孩子一起来同乐 让我们看到很多孩子跟家长都非常欢乐 这是我们推动公共政策最主要的一个方向跟目的 远东百货的店长黄友诚表示 远白很开心的可以和施工所合办亲子活动 而在年底周休假期几乎都有系列活动 也欢迎乡亲可以到远东百货走走 远白这次今年度跟施工所做了很多活动 从宝宝爬行一直到现在的比较大一点小孩子搬尿布 我们到年底还有圣诞节的活动 目的就是希望我们花莲的乡亲在假日之余 可能官方身体都被外来客包围 我们希望花莲圆东百货是成为在地人的一个秘境 他可以假日来这边享受 家长们对于施工所举办亲子活动也相当的肯定 市长魏嘉贤也表示 未来会常态性的举办类似的活动 而亲子间健康的互动 对小朋友的人格发展绝对有正面的帮助 记者刘明胜花莲市报道 做不到吗